论人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是吗 我个人觉得 其实一个人 这个公共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 在你的整个人生中间 大概可能也就占10% 就是个民主自由这个东西 它属于公共生活 但是实际上影响一个人 最重要的那种 还是你自己的私人生活 所以李敖曾经说过一句话 是李敖说的吗 还是许立言说的 他说你自己的妻子的影响 比共产党要大得多 那什么意思呢 就因为你共产党离你比较远 他对你的迫害 他也不是天天盯着你迫害 但是如果你要是找着一个老婆 不太合适的话 他可会天天盯着你迫害 所以就是私人生活的重要性 要远大于公共生活 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说有些人认出去是为了民主和自由 但你要想清楚 公共生活对你自己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最多只占10%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认到美国去了 美国是有民主自由 但是这个民主自由 对你的生活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当你获得了之后 你还要面对你自己的私人生活 你在美国你怎么生存 你怎么工作 你的工作你获得什么样的报酬 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在这里 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 其实这个是你认出去之后更重要的 对你自己个人生活影响更重要的 所以认出去说你要为了民主自由认出去 那我觉得你要三思 就是你只为了影响你生活的10%的那个内容 当然了每个人不同的阶段会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已经在国内赚够钱了 那个10%就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对吧 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钱了 你可以为了这10%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那10%对你的生活质量的提升 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意义重大 但是如果你在国内你生活本身 还挣扎在温饱线上 挣扎在为你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 那个爬坡的那个过程中 那个10%对你的影响就极其有限 所以我觉得你你这个移民的过程中 如果要是为了民主自由的话 你就想一想我说的这句话 有人说不是10%是40% 反正无所谓了 你说是40%也好 10%也好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甚至不是你生活中间的主要部分 如果你把这当作主要部分去 很多人出来之后就会有非常大的失落 那么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